有喔 应该是老师教到不够多 还有我也是自己教不到了 会阿 会啦 就是你主要是什么原因 把孩子做工喔 我似乎会觉得是因为我做工 我就放decade而已 会喔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 如果老师在学校都教的OK的话 我们不会给孩子这样子 增加她的压力 增加她的负担 已经很辛苦了 出来又要另外补习 想她的功效会更好一点 现在的学生会比较辛苦一点 尽量都不要给她补太多 我都是给她补几天而已 有补习就是简单的 没有讲没有太多那种 因为也不想给孩子太多压力 加强她的学习能力 好像参多一点人 然后学校的功课也可以在那边补习中心做 或者是补习老师会给额外的课外的 学生的功课压力太沉重 家长在没有办法之下 唯有将孩子送到补习班进修 但如今的补习中心如雨后春笋班处处都是 家长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标准 为孩子选择补习班的呢 我是看哪里比较多人补啊 我出名的 你自己有本身去看过吗 有啊也是有所谓一下 我那种不大清楚她母亲选的那种 没有去看的 回来她会讲的 好不好她自己会讲 通过人家介绍了 我也没有特别去选择啦 因为我是也探旁边啦 就在这边对面这样过来 就是有时朋友介绍啊 有的时候我想补博语的话 让她们介绍说哪一间补习中心会比较好 我们就去选啦 怎么样选啊 就是通过一些妈妈分享吧 然后有些是我孩子现在补的是 就是学校的老师给的 这边附近我就选 比较能够配合到我的时间咯 然后不要太多人那种咯 我们之前也是换了几间的 我们之前也是换了几间的 人家问到会讲咯 也不会说那间不好就会讲什么问题咯 因为她遇到什么问题啊 我们就会讲咯 因为有些他们可能老实不够啊 他们顾不到随身会打架那些 我会先停一停 然后才决定要不要带她去那边不行 家长为了加强孩子的学术表现 才将孩子送到补习班 但近期却传出了补习老师虐待学生 补习老师不符合教师资格 补习中心收费太昂贵等等问题 为此教育部副部长张盛文 早前接受国内中文媒体独家访问时就透露 政府将立法管制补习中心 他表示该部草拟的新条规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预料可以在今年实行这项条规 制度化管制补习中心和补习老师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觉得应该的 没有来生的 有些不是这样好不好 有些比较差 有些比较小尖一点 或者是可能跳太多那些老师 打学生 我会觉得怕 我都会想要比较大的 其实我觉得也是好啦 因为补习班就说我有经验的我就可以开 老师能不能教然后怎么样教 有方法正不正确去教导我们的小孩子 也是一个问题 这样是ok的 好像补习班的安全方面 到底他们有没有好像那种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比较外面的人不可以随便进啊 要有好像CCTV啊 然后有没有防火的那些通道啊 然后老师的数字当然是要有合资格的咯 当然差不多跟学校老师的standard差不多啦